他仅用一支铅笔 就设计出了美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而他所掌握的航天技术 更是让国际上的科学家都望尘莫及 以至于美国上校都称他一人能比五个师 他就是中国的航天之父钱学森 年轻时的他赴美学习 仅仅两年的时间 便成为了美国航天局的教授 可就在事业蒸蒸日上之时 钱学森却放弃所有名利 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归国的航厂 再回到中国后 陈庚将军为他接风洗尘 但同时也问了他一个问题 回到中国的钱学森 便开始日以继夜的研究导弹 仅用三年的时间 就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颗导弹 可就当战士们夹住燃料时 弹体表面却突然发生凹险 周围的人都被吓得不知所措 唯独钱学森不惧危险爬上之家 在近距离观察后 认为这是正常现象 接着便建议继续加住燃料 可一旁的总指挥却坚决不同意 因为这是中国的第一次导弹施舍 如果出了意外 谁都付不起这个责 眼看双方僵持不下 便只能派人去请示 国防副主席灭帅 此提出问题还是至于知性的 技术问题 技术上的问题 一定要听学森公司 让我都要听他的一生死 听你哈人家的名字 学森小森林 有了聂帅的支持 战士们便按前学森的要求 继续加住燃料 随着东风一号的拔地而起 中国从此也多了一把锋利的剑 可就在大家庆祝之时 原子弹的研究却遇到了技术问题 核弹实验尽得顺利 但是在保护武力实验的时候 我们现在急需一个工程力学方面的专家 前学森听闻 顿时联想到了留学时的校友郭勇 可就当前学森发出邀请时 却遭到郭勇怀的拒绝 因为他认为科学家就应该造福人类 而不是去制造毁天灭地的核武器 可目前的中国 如果没有原子弹就会受到欺负 我一定要中国人有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 哪怕它的存在带来质疑和争论 但是我认为 这是对抗侵略的准备 是不是有凭借 而有凭借 不是一事 郭勇怀听闻沉默不语 而前学森之所以有如此深的感触 是因为他目睹了祖国这些年一路走来的艰辛 再加上抗美援朝折损了大半的人力污辱 中国现在穷得只剩一群满腔热血的战士 和吃苦耐劳的人民 可即便如此 聂帅还是倾尽全力地协助前学森 不仅为他调集了两千多名科研人员 而且专门为他开肯沙漠来建科研基地 甚至还跟当时的苏联盟友达成合作协议 让他们派遣专家运来导弹 对我们的科研人员进行指导 可就当战士们学得正起劲时 指挥官却敲了敲手表 战士们无奈只能恳求多待半个小时 可指挥官却挥手表示拒绝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苏联专家教的只是一些皮毛 这枚导弹不仅没有制导系统 甚至还是他们的第一代淘汰产品 而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设计参数 如果要想从无到有研发出自己的导弹 就必须先从他们的淘汰产品开始放置 战士们听闻也觉得是这个理 便纷纷开始学习起来 可我们的忍气吞声 换来的却是苏联的变本加厉 1960年7月 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解除合作协议 并且将一千余名技术专家全部召回 而这也导致我国的导弹领域陷入困境 即使钱学森可以保证技术跟得上 但制造配件的工厂却拉慢了脚 就在钱学森惆怅之时 妻子唱的昆曲突然给了他灵感 既然他能将西洋歌用汉语唱 那研制导弹也是可以的 紧接着 钱学森立刻对国内的配件工厂进行考察 并且根据目前的条件和技术 重新制定了合适的科研计划 就这样 在钱学森的计划安排下 工厂的制造进度取得了重大提升 满怀信心打造第二科室 却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 粮食的大幅度减产 导致许多科研人员都营养不良 甚至连颜色都无法封